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外面贴了它 这块有很多币种 是什么 蓝特币 是什么 狗狗币 信息币 一两币 我也不太认识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这个ATM机 到底是怎么操作 怎么流程的 OK 这个就是一个购买比特币的ATM机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大屏幕 这块是一个扫描二维码的 这好像也还有一个NFC的 然后下面可以三部纸币进行购买 即便还有一个就是扫描齿轮的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现在还写着买比特币OK 我们踏实下所有 这块就出现了一个就是什么 现在的比特币的价格是 就是68,610块一毛 还又变了 1块2 12块5毛7港币 大概是现在的一个实时的价位一直在变 然后我们现在试着来购买一下 我也要调成中文 我也要调成中文 OK 这块 这块有四种选项 一个是买 一个是卖 还可以有一个兑换票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兑换票 具体是用什么票来兑换 完了有一个后退案 我们试着先买一下吧 这是要输入目标地址 扫描我的二维码 钱包的二维码 我来找一下 你看它上写 如果你没有钱包的话 其实你可以通过它这个屏幕 进行一个钱包的下载 然后用它这个钱包进行买币 我现在因为我手机上已经安装了这个钱包 我们现在直接来试一下 这是我的比特币的钱包的二维码 我放到这里看了我扫了 OK 看这边就是我的这个钱包二维码 至今为止放入的现金 这个是要放这个港币的现金 我们是不是没港币 对 好尴尬 那我给大家就走一下流程 完了你扫描你的钱包二维码以后 然后它就会输入你要购买这个界面 它会收取一个50港币的固定费用 这个费用还是蛮高的 手续费还是蛮高的 完了之后你通过港币的这个纸币进行购买 就可以购买了 OK 那我们取消一下 再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卖 怎么卖啊 看一下 选择了卖 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这个 你要卖出的比特币的数量 好 这边只能加这个 它是它是只能500 500港币的卖 就是你要不然是一次的买500 港币的比特币 要不然就是买这个1000 港币的反正都得是这个500的币数 而且它每一笔的费用 还是这个50港币 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买的比较多的话 应该比较划算 我们先试一个1000块钱 1000块钱现在是0.017165个BTC 然后我们选择卖 然后它要发送短信到我的手机上 我们试一下 然后这块显示了我要卖出0.017172的港 这块给了一个这个ticket 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内容是什么 你把这个比特币打入它上面给出的钱包地址以后 过几分钟它这笔交易会被确认 确认了以后 我们要需要在这个机器上选择一个什么Rhythm Ticket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去售卖这个比特币 所以就屏幕上它没有出现 出现了以后 你再继续扫描这个ticket上的这个二维码在这里扫描 然后就这笔交易就算是完成了 我们在这个商城里的另外一个角落 又发现了一个放这个比特币ETM机的小房间 这个房间里放了两台这个比特币的ETM机 然后区别是它这个机子还能购买这个以太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这个ETH只能用来购买它 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出售你的ETH 然后我们再点到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里面 刚才我们出现了一个兑换票的按钮 你在干嘛 刚才我们出现了一个兑换票的按钮 然后具体的步骤就是 当你要卖出比特币的时候 你不是刚才已经把这个比特币 打入它这个官方的比特币的钱包了吗 然后下面有个二维码 当你已经 让开 当你已经把这个比特币打到它这个钱包了以后 你选择这个Random ticket 然后扫描你这个小票上的这个二维码 它就会给你 你所售卖给它的比特币 最硬的港币从这个出口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真的去售卖比特币 所以它现在就没有钱出来 点击上方关注了解更多矿机资讯 灵星星也会亲身带大家测试各款矿机 记得收看 Train here the attitude matter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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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